诗经中记录文王迎娶殷商公主盛况的诗歌 是周人自己写的 这首诗中生动记录了文王当时的状态 唯此文王小心翼翼 昭示上帝欲怀多福 小心翼翼这个汉语成语中的第一次使用 就是用来形容文王做事的风格 有证据表明 小心翼翼的周文王收缩了父王激励开阔的疆域 让渭水平原东部和三晋高原再次成为无主之地 以便换取殷商王室的含乎 文王转而向内的建设工作一开始并不顺利 在他执政的第五年 渭水平原上发生了大地震 他需要完成艰苦的修复重建 十二年后才在碧翼建成了祖庙宗祠 举行了第一次祖先祭祀活动 殷商和周部落的中间地带 很快就又成了游牧部落风吹草地的乐园 这当然也不是商王帝所乐意看到 在他执政的第十七年 他要求文王西伯侯对中原西北方向 游牧部落盘居的宅地进行一次征发 宅部落主要的活动范围在今天的陕北一带 这场战争也被后世看作是文王的积极扩张 从战争的利益来看 也的确可以巩固周部落北京的安全 这场战争的记录出现在了第十七次的问普古片中 第十七次就是第十七个祭祀周期的意思 能在殷须发现这次战争的占卜记录 说明西伯侯功法宅地并不是自主行为 而是地义交情的 是作为镇守中原西部的西伯侯 在执行商王地义下达的任务 这同样是文王小心翼翼的表现 文王在这场战争的付出 体现了周部落作为西伯侯的价值 历史学家还确认了另一场蒸发渔方的战争 实际上也是第一所类 这个渔方在河南南部苏县一带 中国很多今天的地名 都是有着明确的历史痕迹的 熟悉前面内容的观众 对苏这个字应该非常敏感 我们讲过赤水国的苏书 大鹏国的苏河 现在又来了一个随限 当然 也许这仅仅是一个巧合 这世界很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